生命記 第十二章 你們住在上主你祖先的上帝賜給你的土地時 要謹守以下的法令和規條 只要你們還活著,就要進行 你們把住在那類的民族趕出去時 要倒毀他們敬拜神明的一切地方 不論在高山,在小丘,還是在每伙六樹下 要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神柱 焚燒阿舍拉柱象,撼到雕刻的偶像 無必把他們神明的名字徹底除掉 你們不可用異教徒敬拜神明的方式 敬拜上主你們的上帝 卻要在上主你們上帝親自簡選的地方尋求他 就是他在所有支派中,簡選出來敬拜他的地方 哪是他的名被尊崇的地方 要把你們的凡祭,其他祭物,十分之一的奉獻 神聖的貢品,還願祭,自願獻的祭,和牛羊中投生的祭都帶到那裡 並要跟家人在上主你們的上帝面前吃喝 高高興興地享受你們獲得的一切 因為上主你的上帝慈福給你 你們要改變敬拜的方式 今天你們所有人都隨意而行 因為你們還未到達安息之地 就是上主你的上帝慈給你作特別產業的地方 但你們不久就要過若彈河 住在上主你們上帝慈給你們的地方 當上主使你們擺脫的人 在那地太平安居時 你們必須帶著我吩咐你們大上的一切 你們的凡祭,其他祭物,十分之一的奉獻 神聖的貢品,還願祭,到指定的敬拜地點 就是上主你們的上帝 簡選作為尊崇他名的地方 在那裡,你們要和兒女,被捕一起 在上主你們的上帝面前慶祝 別忘了讓住在你們成女的利美人也一起慶祝 因為他們沒有在你們中間分到土地 你要小心,不可隨意選擇獻繁祭的地方 上主挑選了你其中一個支派的某個地方 你就必須只在那裡獻繁祭 做我命令你去做的一切 不過,你可以隨時隨地在城中屠宰你的生畜 吃生畜的肉 你可以隨意吃這些生畜 這是上主你的上帝給你的福氣 你們所有人 無論是禮儀上潔淨還是不潔淨的 都可以吃奶肉 就像你們現在吃羚羊肉和綠肉一樣 但你絕不可吃血 要把血像水一樣倒在地上 你在自己的城中不可吃祭物 不管是你所獻的十分之一的穀物 新酒、橄欖油 還是你牛羊中投身的 還願祭 自願獻的祭和神聖的貢品 你要在上主你的上帝面前 在他簡選的地方吃這些祭物 在那裡 你要跟你的兒女 匹部和住在你城中的利味人一起吃 為在你所做的一切 在你上主你的上帝面前慶祝 你一定要小心 住在那地時 絕不能忽略了利味人 當上主你的上帝 照著他的應許 擴展你的領土時 你渴望吃肉 你就可以隨意吃 那指定的敬拜地點 就是上主你的上帝 簡選來作為尊崇他的名的地方 也許離你家很遠 如果是那樣 你可以自己屠宰上主刺給你的牛 綿羊和山羊 在所住的城中隨意吃肉 正如我命令你的那樣 你們任何人 無論在禮儀上潔淨還是不潔淨的 都可以吃那肉 就像你們現在吃羚羊肉和綠肉一樣 但你絕不可吃血 因為血就是生命 你不可把生命的血連帶肉一起吃掉 而要把血像水一樣倒在地上 你和你的子孫才會事事順利 你不可吃血 這樣你和你的子孫才會事事順利 因為你做上主喜悅的事 要把你神聖的禮物和還原祭 帶到上主簡選的地方 必須在上主你上帝的祭壇上獻上 繁祭祭生的肉和血 其他祭生的血要倒在上主你上帝的祭壇上 但你可以吃獻祭的肉 你要謹守我所有的命令 好讓你和你的子孫事事順利 因為你做上主你的上帝喜悅和看為好的事 當上主你的上帝在你前面消滅那些民族 讓你趕走他們 又讓你住在他們的土地上時 你不可落入網絡 去追隨他們的習俗 拜他們的神明 也不可問及他們神明的事 說這聲民族怎樣拜他們的神明呢? 我想效法他們的榜樣 你不可用其他民族敬拜神明的方式 來敬拜上主你的上帝 因為他們為自己的神明所做的惡事 都是上主真護的 他們甚至焚燒自己的兒女 當作祭物獻給他們的神明 我頒給你們的所有命令 你們都要謹守 不可增加也不可刪減